先控制 先控制 穿外套的男子被几名援警压制在地 他手上拿着红色物品 竟然是毒品咖啡包 警方进一步厘清案情 才发现背后的集团主席 招来急需用钱的年轻人 当作毒品送货员 赖聊天内容写着 清冠2号3900 清冠4号7600 群组名称叫清冠诊所 对方还回 清冠再拿个五包好了 但其实双方讲的根本就是毒品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 透过enline群组拉客 以清冠药包代称毒品咖啡包 而当场被逮的送货员才19岁 他公称为了帮女友买车 当作生日礼物才会加入集团 警方查获毒品咖啡包 数十包并且将嫌犯移送法办 年纪轻轻为了讨好女友 尽大胆贩毒后悔也来不及了 记者黄翔富王柏英台中西方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